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号星期二 郑州福士康现在闹出来就是叫726房间惨剧 怎么回事呢 说郑州福士康他不有30万员工吗 后来有几万人跑了 发生了暴力事件 有人说死人了 网上有各种视频 有他们开车冲关卡 整个撞开了就冲出去了 有各种什么 反正说这个事件的起因就是726房间惨剧 是由于这件事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说之前就爆发了疫情了 所以厂子里面就开始有一些隔离 吃的不好 封闭式管理 反正引起一些这种恐慌 但是最后就说由于726房间的惨案 导致最后就几万人就爆发了 暴走 就跑了 跑了几万人 跑掉了 说怎么回事 说这个726房间 就是这个房间号 就726 说房间里 他现在众说纷纭 里边到底几个人 说不清楚 有的说四个 有的说是八个 有的说七个 但反正他这一个宿舍 最多就是住八个人 所以肯定不会超过八个去的 有人说宿舍里的都是他们宿舍的人 有人说不是 现在就是各种小道消息 有人说不是 说怎么回事 说是这样子 说你看30万人 对不对 然后有人说有两万人确诊 有人说三万 当然昨天还有人说 三个人做检测 有两个阳性 那更多了 但不管怎么着 反正各种小道消息都认为有两三万人确诊 确诊了之后 它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有两三万人确诊的话 那其中就会有一些症状比较严重的 那按理说 他们福士康的员工 都是比较年轻的这种工人 年纪特别大的 也很难在那里工作了 对不对 按理说都是年轻的 身体素质不错的 但是架不住的人口基础大 人口基础大到之后 还是有一些 就是说症状比较明显 症状比较严重的 那有小道消息说 就是说就把这些症状特别明显 特别严重的几个人 就搁到了一间屋 就搁到726去了 因为它症状特别明显 特别严重之后 别人不敢跟它在一起 你知道吗 就看着就快要不行了 别人不敢 不敢之后 他们工厂 好像就把这几个人 就搁到同一间屋了 好像有一种说法 是这样说的 还有种说法 说这726 这间屋里 都是他们的怎么死 你知道吗 所以各种遥远就都出来了 反正就用说法 把重症的这几个都搁到这一个宿舍了 搁这一个屋 搁这一个屋之后 按理说 就应该安排人去照顾他们一下 对不对 但是工厂里也没有护士 也没有医生 还是怎么着 反正就没人照顾 没人照顾之后 就觉得反正他们几个人 都是病重的 我觉得可能互相照顾 或怎么样 但是反正就没人照顾 然后早期的时候 后来福治康自己不也承认了 说食物 还有供水不足 然后大家乱成一锅粥了 就是说 措手不及 厂方对这个安排 就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所以把这几个病重 搁到这个房间之后 没人管 隔了那么两三天 才想起来 再去的时候 发现了这屋子里的所有人 全死了 就叫726房间惨剧 就全死了 以前就说过 说你看欧洲那阵黑死病 他们说黑死病也是 黑死病就是说 如果你比较有钱 然后有人能够照顾你 然后你能得到好多照顾的话 很多人就都能挺得过来 很多这种传染病 这个疫情来了之后 其实很多人是被饿死的 你知道吗 就是生病了 然后身体机能不行 台那儿 大家谁也不敢照顾 谁也不敢管 都躲得远远的 你在那发烧 烧个两三天 最后实际上这个病 没有把你弄死 你最后就是说 连渴带饿 活活是被饿死的 如果这两三天 在你发烧 或者最厉害的那几天 能有一个人照顾你一下 给你一点水 帮你翻个身 然后喂你一点米汤 你可能就活过来 就挺过来了 但是如果没有人的话 你就自己在那躺着 没人管 那就是病也病不死 饿也饿死了 那么他们就认为了 宿舍这几个人 应该是被饿死的 不是病死的 说现在这个病 就是致死率没有这么高 但是他们犹豫的症状 太严重了 症状太严重了 自己也起不来 没人管 就没有人给喂口水 喂口吃的 就活活就饿死了 反正据说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后来等到过了几天 等到发现了宿舍人 全死光了之后 整个把宿舍楼就炸锅了 大家一卡 这一下就彻底不行了 很多人就彻底就崩溃了 然后所以到了29日晚上 整个郑州福士康 又发生了大大暴乱 有大量的人攀爬铁丝网 突破隔离墙 因为它整个是封闭式管理 是管理起来了 按理说是出不去的 攀爬铁丝网 突破隔离墙 直接冲撞防疫关卡 然后之后 从几十人几百人 到几千人 最后到上万人 人太多了之后 就刚开始还拦 后来发现也拦不了了 完全没法拦了 所以到了第二天的上午 到了30日上午之后 厂区大门从紧闭 变成厂开 也就不再说 没人管了 大家就随便了 这样据说有几万人 就逃跑了 跑出去了 跑到哪去了 反正就跑了 两万五千亿长征了 就成了 那这个来讲 厂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什么这儿一直有声音 没事了 好 不知道 我一说话 就回音是怎么着 但是 没关系 但是反正就是郑州福士康726房间的惨案 反正我们得到消息 目前是这样子 由于后来就封锁消息 不让说这个事 后来福士康又闭谣 说没有这个事 咱们现在也不知道 反正从前方发来的 是有这么一种说法 但是有人也质疑 就是说怎么可能 因为这个病毒现在没有这么厉害 怎么会七八个人 或者是几个人 就在房间里 就全死掉了 为什么别的房间没事 为什么就这个房间 反正就众说纷纭 都是各种小道消息 反正大家 反正我们得到这个消息 先跟大家汇报 然后大家自己 再分析就得了 好吧 因为但是武汉现在好一点 现在出这种事之后 不像刚开始武汉的时候 武汉要出类似的情况 可能都不信 现在武汉这疫情 这两年过来之后 再出什么事 大家也都麻木了 是吧 武汉那时候刚开始 医院有两三个尸体在那儿 没人处理 很多人都不相信 觉得怎么可能 是吧 现在武汉都死麻木了 也没有人觉得再怎么样 好吧 这个反正就认为 是庄州福士康的最后 整个大暴乱 大爆发 大逃亡的这么一个导火索 好吧 这些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